大家好 今天要介绍的是爆炸土的入门认识片 爆炸土跟上一个章节所讲解到的工程图是很类似的 但是爆炸土会更亲民 因为你不需要有工程的体质 我们透过看爆炸土就可以知道产品的一些细节 以及说是怎么样组装的 我们都可以透过爆炸土的表现来得知一些相关讯息 以及说我们在爆炸土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 我们的零件的蹦表 那你可能没有听过蹦表 那它其实就是业界的一个专业术语 它就是一个零件用量表 我们透过这个蹦表呢 看到里面的一些细节 我们就可以得知一些相关的资讯 所以这个地方呢是非常好用的 那这里我们要怎么去认识爆炸土以及蹦表呢 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咯 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爆炸土 那爆炸土呢我们从字面上就可以知道 它就是从我们的图示呢 做炸开来的动作 像画面上示意的这样子 但它炸开来之后 我们看到原本呢 它可能是一个结构或是产品 那透过爆炸土呢 把所有的零件炸开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知道说 原来这个结构或是产品呢 里面有哪一些零件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立体图的方式呢 更清楚可以得知说 里面内部呢 到底有哪几样的零件 以及说它的组装是怎么样 那再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爆炸线 那爆炸线一般呢就是 要看我们的爆炸图呢 是怎么去把它做出来的 那透过爆炸的方向呢 将爆炸线连接在一起 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看它是怎么组装的呢 我们就沿着我们的零件 以及爆炸线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爆炸图呢 它所要产生的就是 我们这个零件是怎么组装起来的 所以我们透过像画面上这里 我们看到这个把手 我们这里有一条线连过来之后 这边有一些 轴啊或是间隔环 或是齿轮的 它在同一个轴线上 所以是这样把它组装起来 然后这边呢 我们再跟主体来做连结 像这边一样的道理 它是这样子 这样爆炸过来 所以我们只要沿着爆炸线的位置回去呢 我们就大概可以推出 这个零件到底是怎么组装的 所以我们只要透过一张爆炸图呢 其实我们呢就可以看出 它的结构到底是怎么组装 所以是相当直接 一目扭然的 那这边先让大家认识一下 爆炸图的感觉 接下来呢 要介绍的是爆炸图的表现方式 那这里呢 我来举个例子 像画面上是一个简易的齿轮箱 那这个简易齿轮箱呢 运用了两个爆炸图的表现方式 它一样可以传达它的一个概念 以及它的资讯 那这里呢 可能一般会比较不清楚 那这边举两个 比较常见的呢 来给大家说明一下 那我们先看 画面上左边这里我们是比较常见的 那这里呢 就是把所有的零件全部炸开来 炸得非常干净 所以呢 所有的零件都是分离 它没有连接在一起 这是一个表现的方式 再来我们看右边这里 我们会看到说 有一些零件其实没有炸开来 它可能三到四个零件是连接在一起 那部分的零件呢 是有炸开来 那这个概念就是一个模组化的方式 所以它是 某一部分呢 是有炸开来 某一部分是没有的 那这个其实呢 有一些优点呢 那这边呢 关于它的优缺点呢 以及它的一个细节呢 后面的章节 再来跟大家做一些详细的说明 那最主要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两种表现方式呢 最大的重点在于说 我们是跟我们的运作模式有关 我们的注意流程 那第二个呢 是我们组装方式 那再来呢 跟你的产品也有关系 一般呢 我们如果零件数量比较少的 我们可能会用 左边这个方式 全部炸开来 但是呢 我们如果 产品的零件数量非常庞大的时候 有时候会用到右边这里 那这里先让大家认识一下 等一下更深入的 后面再来做一些详细的解说 接下来呢 要介绍的是 爆炸图的零件编号 那这里最主流的是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像这种零件耗球 那第二种呢 就是 可能是没有零件耗球的方式 那这两种是最常见的 像这样子 直接数字跟一条线 那这边呢 我就是以 有零件耗球的方式 来做 跟大家做个说明 好 那我们来认识一下 零件编号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产品 或是这张爆炸图里面呢 它的编号 一般呢 都是从1号开始编 然后依序的往下编 当然这不一定有时候会跳号 或者是说 它有一些模组的方式 像1-01 1-02 像这种方式 都是通用的 所以这边呢 就给大家做个局域反山 那这里我们要知道的是 我们在一张爆炸图 或是一个产品 一个结构里面 相同的零件呢 它是会有相同的编号 所以那我们反过来 不同的零件 它不可能会有相同的编号 那假设 我们来看一下画面上这个齿轮 我们看到这两个齿轮 它都是编号2 它代表这两个齿轮 是相同的零件 所以呢 我们的数量呢 会是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会有四个 所以我们编号2的齿轮 数量会有4 那等一下后面有 bong的地方呢 会来讲的更详细 那这边先让大家认识一下 编号的概念 好 那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齿轮 假设这一个跟这一个 这两个 它一个是编号3 一个是编号4 所以代表这两个齿轮 是不一样的 好 那这边我再来举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假设这里 我们看到这里 编号16 跟编号4 我们乍看之下 两个都是 十尺的一个小齿轮 但是它两个编号不一样 但是我们从爆炸图看 看似好像一样 但是呢 我们仔细去看 好 4号它是有剑草的 好 16号是没有的 好 所以我们透过 爆炸图的 零件的编号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它是不是相同的零件 好 以及说 它其他对应的关系 好 那这边让大家认识一下 好 一个概念就是 我们相同的零件 是会有相同的编号 那零件的编号 不一样 代表它就是不同的零件 好 让大家认识一下 接下来呢 要介绍的是这个章节的重点 好 就是bong的资讯 好 那所谓的bong呢 一般都是跟爆炸图 做一个相符相成的 所以呢 我们透过bong 以及爆炸图 来了解呢 我们在 资讯取得方面呢 会非常的容易 好 那我们也要有一个概念就是 一般我们有爆炸图呢 相对应一定会有bong 但是有bong的时候呢 就不见得有爆炸图 好 所以那这边呢 各位可以理解一下说 假设你有bong 又有爆炸图的话 其实对于你 好学习啊 或是认识这个产品 以及认识这个bong的架构呢 会更有帮助 好 所以会建议说 爆炸图与bong呢 两个是做一个连结以及学习 好 那这样子 各单位啊 或是每个人来观看的时候 会更清楚的 好 那这里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bong bong的意思呢 就是一个产品 或是一个结构 它的零件用量表 好 所以我们透过刚刚所认识的 爆炸图 爆炸图示 爆炸线 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个产品里面呢 大致上有哪一些零件 螢幕了然 然后透过爆炸线呢 我们可以知道说 它是怎么组装的 再来呢 我们透过零件编号 知道说 它个别的零件呢 编号不一样 代表它的零件不同 接下来呢 就是一个最大的关键 好 我们要知道的 它是零件用量表 好 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 每一个编号呢 它都有一些 代表的一些 相关的 假设是6号 品名 以及数量 好 所以我们这边一般呢 我们在工业界 好 像是制造业呢 是非常常看到这个 bong的一个资讯 好 所以往往我们在零件呢 都会给它一个编码 那一般会用料号呢 来做一个统称 所以每一个零件呢 它都会有一个 独特的料号 然后 再来是品名 就是它的名称 好 接下来是数量 就代表说 我们在这一个 结构或是产品里面呢 它的数量到底是多少 好 像这里 这个编号1呢 叫做齿轮箱 所以它只有一个 好 那这边我们要 有一个概念就是 我们这一个 bong呢 的资讯 你要给多少呢 就看大家是怎么去定义它 好 有的到后面呢 会有一些价格 或是供应商 这也都是可以的 那一般我们最常见的呢 都是像这样子 有编号 有料号 有品名 以及数量 基本上这样就已经足够了 那再来呢 我们要知道的是 一些 它的相关的一些资讯 好 那我们知道说 料号 跟品名 那我们要一个概念 我们 一个 零件呢 它不可能会有重复的料号 假设这个齿轮 有大齿轮 小齿轮 它两个料号一定是不同的 但是呢 那我们反过来想 我们不同的料号 有没有可能有相同的品名 这是有可能的 好 像画面上我们来试一下 像这个五号六号 好 它一样都叫尖隔环 但是它的料号不一样 好 这代表什么 它有可能它里面 细部的一些特征不一样 或者是它的尺寸不一样 外径不一样等等的 好 所以我们透过棒呢 可以了解到 虽然 它都是相同的品名 都叫做尖隔环 或者是都叫做齿轮 但是它的料号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要透过料号来搜寻 来得知 品名呢 一般都是辅助我们 来了解说 这是什么样的零件 好 所以我们要非常的 小心 好 有时候品名一样呢 你会以为是同样的零件 好 那样子呢 有时候会出错的 好 那这边呢 让大家认识一下 要以这个方式呢 来做一个观看 接下来呢 要介绍的是 bong的建立技巧 好 那其实bong呢 它是非常容易入门的 我们一般呢 一看之后呢 马上就可以上手 好 那你可能会想说 那这么轻松的话 它是不是就是 大致上就是这样子 好 其实我们要深入的去探讨 bong呢 它的架构一定会有它的一个模式 好 所以我们一般呢 会有几种方式 为什么会有这些架构呢 好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 我们要看我们的作业流程 要怎么做 好 再来呢 是我们结构上呢 是怎么样的去做组装 好 大致上会是这两个方式 好 那这里呢 我来介绍一下这一个 齿轮箱 这里呢 我们刚前面有讲到表现方式 好 其实呢 bong的架构 跟表现方式 是有关联性的 好 像这里是全部的零件都炸开来 好 那这里有一个好处 它的好处在于说 我们呢 在看这个零件或产品的时候 一目了然 我们所有的零件完全都看出来 好 都知道说它怎么组装的 好 所以呢 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说 所有的产品的架构 好 再来我们看另外一种表现方式 好 就是刚前面所提到的模组化 那模组化呢 好 一般呢 我们是没有办法很直接看到 所有的零件 我们呢 可以看出的是它的系统 好 它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齿轮里面呢 我们会看到三个系统 好 可能有三组的齿轮系统 然后跟一些 好 可能变速系统 以及说 主要的一些零件 好 那我们从这里呢 就可以得知说 好 它可能 可能是用这种架构呢 来去做一个组装 好 好 那它的缺点在于说 我们没有办法 一目了然 把所有的零件都 炸开来 看得那么清楚 好 你可能要三到四张爆炸图 好 可能我们这个 模组呢 会另外独立再做一个爆炸图 好 那但是呢 这边呢 会有一个优点在于说 我们如果说 我们这个 齿轮箱呢 它是需要做 售后服务的 因为一般我们的齿轮 是一个消耗品 好 那你有可能 出机 出久了之后 或运转久之后 好 它齿轮会磨损 那你需要做更换 好 那这时候呢 如果是一个模组化的bong的话 我们在作业上 就会非常方便 好 不管是仓库端 好 采购端 或是维修端呢 我们就直接看爆炸图 我们知道说 编号式 坏掉了 那我们直接用编号式 这个零件呢 把它买进来 然后 寄给客人去做更换 就非常方便的 那我们反观 假设说今天客人说 我的输出齿轮组坏掉了 那这时候 一般都是 可能是 受服的 或是业务 接到这个资讯 好 那但是我们就是 一般对于产品 是不了解的 我们看到爆炸图之后 不晓得是哪一些零件 你可能还要询问 工程部门 或是采购部门 等等的 那这样子 一来一往 可能你选 选零件 还选错了 所以 这样子呢 我们来看的话 我们刚这个模组化的方式会更好 那我这样子呢 我们从 产品的一开始呢 在建bong的系统的时候 就已经设想到各方面 所以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会减轻更多的 后续的一些困扰 好 那这边呢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好 那这边呢 会比较推荐以模组化 好 因为模组化 它是会比较有一个系统 好 当然缺点在于说 没有办法完全观看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别的方式来辅助 好 那这边呢 让大家来认识一下 最后呢 来总结一下爆炸图的入门认识篇 好 那爆炸图其实是非常好入门的 好 就算你看不懂工程图呢 我们透过爆炸图也可以了解 这个产品 以及零件呢 它的概念是什么 以及它的结构是什么 好 因为我们透过爆炸图跟爆炸线 我们就有一个组装的概念 然后再加上爆炸图呢 所衍生出来的bong 零件用量表呢 是非常好用的 我们可以透过bong的了解呢 可以更清楚的知道 产品或是结构呢 它内部到底有哪一些零件数量 以及它是怎么样去做生成组装 等等的一些资讯 我们都可以透过bong来了解 那这里呢 我们的爆炸图呢 并不一定局限于使用工程面的 好 凡是你想得到的 能够用爆炸图去表现的 我们都可以做 好 好像是我们如果是产品在叠货柜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透过爆炸图的方式呢 来让叠货柜的人更清楚知道说 这些货物该怎么去把它堆叠在我们的货柜里面 好 因为传统呢 我们都是用 好用口说的 好是用平面图的来做叙述 好 那这样子往往有时候会比较不清楚 好 我们透过爆炸图会更清楚的 可以知道这些资讯的 那其他呢 好像我们还可以运用在3D列印的 物件上面 我们透过爆炸图呢 来辅助我们设计 以及说怎么去把它列印物件出来 以及说用量等等的一些资讯 好 那这边影片最后呢 会来做一些分享 我们怎么样透过3D列印以及爆炸图呢 来做一个结合运用 好 那这边我们有一个概念 那我们的泵呢 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一开始的泵呢 如果你建立的好呢 后续呢 会有一些相关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排除 像我们刚前面所提到的表现方式 这边会比较推荐用模组化 因为模组化呢 我们可以运用很多层面 像是组装 我们可以做一些预组装动作 或者是说我们在备料的时候 我们像是齿轮式一些消耗屏 我们在备料就可以多备一点 那这里呢 我们在升管或采购端在下单 或是在管控 以及仓库的时候 这方面 用模组化系统化呢 Bone的方式 我们会更容易管控的 所以这边呢 让大家去认识一下 它这个模组化的一个优点 那今天的教学呢 就到这边为止了 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 拜拜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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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请 Researc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